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概12月12月多的時候 大概天氣太冷了 剛好那時候是12點多 我們一樣的開著車 準備開始做夜間觀車這個任務 那這時候我們突然發現 車子再怎麼打都打不著 當時在那個地方 連大哥打都打不通 就到究竟的一個民宅 敲門 空空空 空空空 從那個樓梯口走出了三個人 隱隱約約可以看到裡面透著光 他們三個人就站在那 就一動也不動 也不說一句話 足足站了15分鐘 於是我們就不敢再敲門了 我們就想說那算了 這個時候我們發現一件事 那裡面那三個人通通通間 然後燈也關了 結果我連修都還沒修喔 車子進來莫名其妙 又打著了 然後我們就 都在發抖 都在發抖 這樣 這牙齒都會打架 好可怕 好可怕 是不是我們剛剛有碰到什麼東西 發電源最主要我們維護的區間 就是屬於各發電廠 一直到便電所之間的輸電線 那等於是幹線 那所以就等於是高速公路如果不通 那你南來北往縱貫線整個就會大亂 等於是維護輸電的動脈 我們台電是一個很大的電力網 就是整個台灣 就可能靠幾十條 上百條的輸電線路整個串在一起 那輸電線路它看起來很大 可是在地圖上來講 它是一個點一個點很小 它就是要跨越所有的山谷和流這些 一個就是例行性的維護工作 就是說我們可能每一年固定幾月到幾月 譬如說夜間觀測或者是說礙掃啊什麼之類 那個是例行性的工作 那另外一個就是所謂偶發性的工作 或臨時性的工作 譬如說山崩、土石流 那這東西如果危機到我們的 輸電線的安全的時候 不管是上班日、假日 包括三更半夜 那我們都要馬上去處理 它的環境不能控制的因素很多 所以說它如果發生事故的話 就會影響整個系統的網路 所以因此它不但是要保養 它要定期的去巡視 看看有沒有什麼異狀 你說保鮮人的工作 它就是第一線 所以去看這些鐵塔 維護這些鐵塔 然後還有很多細節的工作要做 我們每年的十月到四年的三月 然後我們會進行夜間觀測 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延誤害 造成礙質散落 甚至可能會有一些設備的損壞 我們觀測的儀器就是紅外線的測溫儀 透過熱能 然後到我們的鏡頭裡面 然後產生影像 透過影像的辨識 能夠知道說 這一串藍子散落的一個現象 那假如說這個藍子它產生火花 甚至有很大的聲響的時候 後續的動作就必須進行艾紙清洗 如果艾紙清洗 能沒有效果的時候 那我們會使用更換聚合艾紙 或者是塗抹吸油膏 防止這一段期間 延誤害所造成的艾紙的散落的現象 所謂艾紙就是說 我們一個鐵塔到一個鐵塔中間 我不是要拉電線嗎 可是電線是導電的 所以我一定要用鐵塔跟電線之間 要需要一顆一顆艾紙把它絕緣開來 所以它是絕緣 所以它整段雖然線路掛在那個鐵塔上 其實是整段都救援的 它會這樣子閃著閃著閃著 就是電流在經過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在把顏色 再稍微的把它顯示比較暗的時候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它艾紙的內圓 有一個光圈嘛 這個就是我們艾紙小小的一個閃爍 它不能壞掉 當發現它壞掉的時候 要換很麻煩 為什麼呢 那上面的力量加加起來 那四條線加起來 是也可以說是可能是一萬公斤以上 就是我們講的十噸 那麼強的力量 我怎麼去把它 把這個艾紙把它解開來 這個一門技術 所以通常就是兩邊力量硬抓 讓艾紙鬆掉之後才可以把東西拿起來 可是他們厲害就是說 他們也沒有完全鬆開 可是它用一個很技巧的力舉的方法 讓它稍微鬆一點 然後就可以把中間的 拜的艾紙拿起來 然後再把它換上去這樣子 那別人可能要動很多的機具啊 這樣動動的形容 但對他們來講 他們就用一個很簡單的 花輪的原理 然後輕輕鬆鬆的 一堆人就是上面就搞定 而且他們的員工自己在上面做 就展現他們有一種默契 這種默契就是 你當會自我負責的時候 那個會感染 就是大家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團隊的 對我們工作上的默契 鳥巢它可能就是會在我們鐵塔上 會竹巢 竹巢之後 它就會再發繁殖器 會下蛋 那下蛋之後 那如果說這個鐵塔 是在位於山區的時候 會有一個現象 蛇就會跑上鐵塔上面去 結果就造成我們陷入跳脫 那我們必須每一座每一座的去尋我們的鐵塔 這個事故在哪裡發生 因此我們對於鳥巢 在它繁殖過後 去把它做拆除的動作 這段期間 它在繁殖的期間我們不會 那等到它的繁殖期 大概五月份過去之後 這鮮鳥都已經長大了 那我們就開始進行採料 七月份就開始用鐵巢 就會避免一些 額外的一些意外事故發生 比如說鳥受害 所以在這段期間的話 我們就會趕快的把一些 造成新採除 好 今天的工作 鳥巢拆除 工作完畢 謝謝 作詞